中出身的飞科班演员 他让你更理性地看待 现在这些人 怎么在理性地玩转这个世界 一个布彩之妈妈肩膀 走红的新二代 我永远都会认为 自己还差得特别远 一个单亲家庭成长的 金范雅体男 我爸爸跟妈很早就离婚了 我到今天就是一个叛逆的人 一个叛逆 但有担当的独生子 他不伤害到别人的情况下 用我的方法 用我的行为 去走我自己的路 明星面对面 对话独生子林申 稍后播出 山东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林申 林申巴黎后西瑞男演员 一部媳妇的美好时代 让他掳获了大批少女的芳心 我确实找了一个典型的农村女孩 一成不染 我想让他结婚 住嘴 2000年出道至今 先后出演过数十部电影与电视剧 其俊朗的外表和独特的气质 被观众誉为新一代身世情人 在其辨识度不断提高的同时 家庭背景也引发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外公外婆是北影厂原老级导演 妈妈是金牌制片人李小婉 在浸泡式电影教育下长大起来的他 进入影视圈 似乎是顺利成章的事儿 小时候第一次演戏是几个月大的时候是吗 那是确实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了一次 对 演了剧中的一个小宝宝 对对对 那第一部戏演第一部戏的时候是多大 大概几岁的时候也忘了 没有留在印象 因为小的时候经常在这个摄影棚里出现 所以这个记忆是比较混乱的 也不知道哪一次是属于哪一次的 就记忆有点混乱 你上学大学是在哪学校 中西吗 你在澳洲上的学 对对对 大学才出去了吗 高中 学什么呀在澳洲 学商业是一个我觉得当今这个时代必修课 别说我了 你 我觉得他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学 不是说教你怎么去运算 而是说他让你更理性的看待 现在这些人怎么在理性的玩转这个世界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一种被玩弄的感觉 就你很清晰他在干嘛 我觉得这个很 很受用 你在澳洲学完商科 你就直接决定回来拍戏了吗 是什么机缘巧合让你回来的 还是自己就很有目标 目标都是在一次次经历当中产生的 产生了以后 然后就奔着目标就来了 时间还是随缘 对然后重新又开始学习了电影 你觉得自己天生会演戏吗 有天赋的那部分 然后也有精力的那个成分 然后更加有自己兴趣 你喜爱的这个热情 我觉得都要有 所谓机会与不机会 这个或者是运气不运气 这个是后天 这个就是说是后天你壮大 老李家三代一船 一根独鸟 问题哦 独子独孙 他现在是咱们老李家的吉林 我还没准备好 突然 父母闹离婚 人一咋用 从今往后 咱俩老死不相往来 你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继续被挪用 你不是想知道钱被我花哪了吗 你招呼都不大 把钱全拿过去 事业婚姻都亮起红灯 这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辞职这么大事你跟谁说了 我怎么就不能随意支配 我自己家里的钱了呢 我没有让他拿命还 当然是拿钱还了 看80后独生子 如何找回幸福 即将在我们山东上映的这部戏 叫独生子 你是一个独生子吗 我是 其实我觉得 这个独生子是挺畸形的一代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 其实有那么一点畸形 因为物以稀为贵 那家里有一个孩子 那又是骨肉血肉 那肯定是娇生惯养 再加上就是比较心疼 所以蜜罐里长大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等等 这个很正常 但是当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了 可能就面临了很多精神上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会遇到 比如说在社会上 谦让的问题 互相理解的问题 或者是那种遇到挫折了 然后自己平时可能 有长辈来帮助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 突然间到自己解决和面对的时候 怎么办 这其实都是独生子最 最重要的问题 然后就又面临到长大再往后一点 要生孩子 那万一独生子不生孩子怎么办 开始又不想 对吧 这一下又面临到了 又回到了家庭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挺 挺麻烦的问题 你喜欢孩子吗 你会选择不生孩子吗 我现在没有孩子 我也没有想过 我到底是不是那种就是不生孩子的人 还是说可以有孩子的人 就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可能工作太忙了 就没有花那个功夫去往这想过 你小时候有没有觉得孤单 特别羡慕 人家有哥哥姐姐兄弟姐妹的人 我小的时候基本上不孤单 不觉得孤单 是因为我这一片孩子全跟我一样 没有羡慕 没有比较 但是呢 唯一可能班里会有那么一两个 或者一个 一个年级可能有一个 他有一个亲姐姐 或者有一个亲哥哥 我们就会觉得 你很幸福啊 这样啊 也是挺羡慕的 特别羡慕 有那么一个就 就特别羡慕 你疯了吧 你要结婚 谁要结婚 老爸再婚 老妈失态 年过五十五 身埋半截土 闹着娶媳妇 你也不看个身子骨 强势老妈 千万为欢迎 新闻庆 老陈是美的这是 他凭什么再婚呢 扣押工资卡 上门去挑衅 谁料吃了闭门庚 你不自己也有退休金的吗 我的是我的 他的也是我的 这不我的扇子吗 人你抢就罢了 扇子你也抢 是不是 你买把新的不罢了吗 我给你买一箱新的行不行 不行 我就要我这个 婆婆把怨气撒向儿媳 饿得未病犯了 怕你睡了 所以没觉 你饿能睡着 这能闲死一头牛 你这面条我怎么吃啊 这场婆媳大战 该如何收场 你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过 像李奥那样的困惑 没有 因为首先他的工作是那种比较固定的 有孩子 这个本身这两点 跟我就生活的这个整个的环境就不一样 其次就是他那个问题更极致一些 就是把很多独生子的一些问题 可能都浓缩到了这个家庭里 但实际上可能在生活中 并不一定 每一个独生子都能遇到那么多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是存在的 比如说 现在一家就一个孩子 然后当这两个孩子结合了以后 这养老问题 谁来负责 对吧 那如果说都是由男生来负责 那等于一个男生要养两个家庭 这本身来讲就是又符合了 为什么说有些生男的 就是成了什么建设银行 从头到尾就是在建设 他不光是为一家奋斗 他可能是为两家奋斗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好像这个家庭后来经历的一些不幸 都跟他妈妈的这种特别强势的性格 特别有关系 你是怎么看待独生子里 这个妈妈这个角色的 首先妈妈跟儿子在中国 这个不光中国 我觉得全世界可能都一样 就是妈妈跟儿子的关系更亲一些 他是一个有代表性的 这个代表性就是说 妈妈可能对儿子的想法 千片一律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就是他们希望用一个比较强势的性格 来再现他 就是实际上这个戏剧冲突更浓烈一些 就让观众感受到原来这是个问题 我觉得还好 就是他是一个很现实的 很普遍的 我建设的一些很有代表性的 很有代表性 其实很多妈妈可能不是这个 这种强势的 但她心里也会想这些问题 多少都会想 跟你爸好好谈一谈 你问你妈那性格和你情侶 他们俩能比吗 一边是老爸的幸福 一边是老妈的嘱托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接手不见了 妈 什么呀 听不见了 等等 突然老妈出现了 老爸紧张了 挺好啊 我得恭喜恭喜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要是我呢 阴谋 设计了别人两口的离婚了 自己五六十岁的当第三者 确实也说不出来是不是 丢人呀 丢人呀 丢不丢人呢 妈妈 你向着谁说话呢 一边说一边说 爸那怎么办 你说我向着 好不容易过上了安稳日子 老爸后妈遭遇拆迁 儿子心酸帮忙搬家 妈妈说 你要是敢让他们住进去 我就回三河 拿大凿着把他们扫着去 亲妈进门恼羞承诺 我见过不要脸 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 都我拿出来 一家人聚齐不容易 怎么住 这是我家 我的地方 我坐住 他们俩呢 一个住凉台 一个住沙发 爱住不住 妈 你跟小彤住一个房间 妈住不住 你叛逆过吗 就是妈妈说什么 我到今天都是一个叛逆的人 真的 就这个叛逆 实际上这个界定 所谓叛逆 叛逆的意思 在我的理解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和社会里 有很多的规矩和规则 或者很多的法则 是我可能不认同 或者不认可的 我希望在不伤害到 别人的情况下 用我的方法 用我的行为 去走我自己的路 我觉得这叫叛逆 你和妈妈感情好吗 特别好 母亲节会给她怎么过 在我心里没有母亲节 每天都基本上是 天天都是母亲节 节日是一个特别 在我眼里 是个挺扯淡的事情 就是让大家可能都为了 为了不忘却 有一些事情的存在而 但如果你根本 压根就不会忘一些事情 你也就不需要这些节日 你有没有给妈妈 送过什么礼物 买辆车 因为北京 信号了以后 我就把我的车 他就一直摇不上这号 摇了快三年了 就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他运气就这么差 这号就摇不上 他一开始摇摇不上 我说他运气差 我就拿来我帮他摇 就我帮他摇 也没摇上 于是乎呢 我呢 因为我常年拍戏嘛 所以我就把我的车 就给卖了 买了辆新的 就送给我妈了 我等于回去打车 天天 那爸爸在家里 什么角色 慈父 我爸爸跟妈很早就离婚了 四岁吧 所以爸爸是做官的 也刚退下来 是海官的 对 你会觉得单亲的家庭 会有父爱的缺失 或者是家庭不完整 会对自己有伤害吗 这个一定会有影响 而且是不是一个 很小的影响 所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尤其是男孩 如果说你在十岁左右的时候成长 开始就已经没有父亲了 你将面临到第一次接触这个社会 然后被欺负 受到挫折 跟社会发生碰撞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是选择自己去 去打 去还手 还是去选择 因为没有一个男人 他经历过 然后他来告诉你一个正确的方向 没有 但第一次有性蒙动的时候 你青春蒙动的时候 怎么是正确 怎么样的一种引导 没有一个男人来跟你说 但你并不会觉得你没有他 好像 好像哎呀 我这个时候需要 你意识不到的 当你到了二十多岁 已经过了这段的时候 他这个已经在你 你的经历和你的人生 或者你的性格上 已经磨下了 特别或者印下了 深深的烙印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很多的性格上的问题 如果要找根源的话 应该这条旅到 你曾经实际上 你缺乏 在人生道路的教育上 有这样的 一个父亲 告诉你 所以我为什么一再坚持 如果有了孩子 千万就别离婚了 离啊 你让人一咋就离 从小到大 我听你们两个人说离婚 已经说了几十遍了 小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天都要抬 我当时就发誓 如果以后我长大了 结了婚生的孩子 我一定不会离婚 好 我离 今天咱们民政局门口见 谁不来谁孙女 这婚必须得离 是我找最好的律师 我离我心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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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学金融出身的非科班演员 他让你更理性地看待 现在这些人 怎么在理性地玩转这个世界 一个不踩着妈妈肩膀 走红的新二代 我永远都会认为 自己还差得特别远 一个单亲家庭成长的 金范儿雅体男 我爸爸刚刚很早就离婚了 我到今天就是一个叛逆的人 一个叛逆 带有担当的独生子 我在不伤害到别人的情况下 用我的方法和用我的行为 去走我自己的路 明星面对面 对话独生子离生 稍后播出 一个性俗的三口之家 硬塞进了一个霸道的老妈 吃饭没法吃了 在这个屋檐下呢 不是老爸 你就把卡和存质交给我 相信我 我来管 左边是老婆 右边是老妈 我怎么就不能随意支配我自己家里的钱了呢 你要要你媳妇一家 你就别要你妈 我应该往左还是往右 大家好 我是林申 希望你们能锁定山东影视独生子 妈妈支持你走上演艺这条路吗 我跟她这方面其实交际挺少的 然后对于支持与不支持 其实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 你支不支持 只要我喜欢我都得干 她做演员这行 我是真的是非常的担忧的 因为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做演员 因为我们一家人都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 这个工作生活 然后等于第三代 还在这个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同样的工作 我当时忧虑特别大 在她真正是入这个行的前五年 实际上我是非常的压制她和非常排斥 成功捧红过陈坤周迅 但国内一线演员的李小婉 却并不看好自己的儿子 然而她的默契搭档李少宏导演 对此却持相反意见 因为她从小管她叫酷妈 就直接找到她 那么李少宏导演呢 就说我给她一次机会 让她演一个角色 但是呢 没有这个给她任何承诺 你跟李少宏导演合作的是哪部戏啊 跟她合作太多了 我不光跟她合作 我后来还做了她的助理 就是执行导演和导演助理 做了两部戏 李少宏导演 她是我的在表演上的一个特别启蒙 也是唯一的一个老师 她几乎拆乱了这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把这个体系用她的方式给印在了我的身上 她会让我自学了 就是就告诉我了一个你随时可以进步的一个方法 这个很厉害 她的先生李曾建平老师 她是我在镜头上 摄影上的一个特别强大的老师 我特别知道镜头的语言是什么意思 太重要 镜头可以去改变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想表现出来的结果和意思和节奏 所以她让我理解了 原来电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说话 所以这是特别高深的 她也确实是一个大师 所以我跟着这个夫妻二人 我人生当中最大的老师啊 他们把我这十年到今天吧 也他们几乎放手不管了 但是就是我很感谢他们 在电视剧《鸠子红了》中 李绍弘导演给了林申首次表演的机会 饲演了谷佩帆一绝 钓鱼的时候跟鱼手 你放声论的时候先在风上写算 你摘橘子吧 每摘一只告诉声对不起 你没什么毛病吧 然而这次经历却让林申发现 演戏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他决定一切从零开始 在李绍弘导演的调教下 几年间从场地到副导演 又从幕后回到台前 直到拍摄电视电影《冯奇的忏悔时》 监制李绍弘和导演曾念平 大胆启用林申当当男主角 那是我第一个男主演的戏 挺挑战 我为此还当时跑到了部队 去当了音乐的兵 体会了一下 让他找到了自信 并获得了2006年 第三十四届国际爱美奖 最佳男演员的提名 曾环传 孙力 爱美奖 提名 很轰动 但据我所知 你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爱美奖的 我是第一个亚洲男演员 去入围的 2006年 2006年 多少岁的时候 26岁 参奖的那些人太实力了 我一看都是 我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我见到的这些人 我才知道 这些伴们也是来跟我一样 来竞选影帝的这种 这个奖对你来说 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没有任何意义 在此之前 没有人否定过你演戏吗 这个会不会对你是一个肯定 让你坚定了走影 只是我对我自己的肯定 至于别人对我的肯定 我在意的人特少 其实 我不是说我不在意观众对我的看法 因为如果你过多的去在意了观众对你的看法 其实有的时候像我们这种个性演员 你就很难施展 对于林申的成功 妈妈感到极大的欣慰 也改变了对林申的看法 在之后的电影《门》 电视剧《麻辣婆媳》 《荣归》等一系列影视作品中 林申得到了李少宏导演的精膜 演技也在步步提升 很让人欣慰的一点 就是说你绝大部分 你还是要靠自己的 在社会当中的总结 你在社会当中的初始经验 演戏的经验 然后自己来做一个奋斗师 我觉得未来很大程度上 是有利于演员自己成长的 那么即使是我的儿子也不是 你的母亲是一个影视圈中的人 应该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她也挺忙的 对 她特别忙 你会有很多时间来跟你在一起 跟你沟通吗 说实话 这两年 这一年吧 在一起沟通的会多一些 在工作上 就是在影视上 在我们这个领域里 沟通的会多一些 之前沟通的很少 妈妈对你演吗 不演 从来没有演 你演的角色 她不会 会不会比别人 对你要求更严格 她会 她特别害怕的是 我能把这个戏 演着演着 就在她的心里 好像叫什么 演油了 就变成了老油条一样 然后就变成行活一样 然后就不真诚了 这个是她最担心的 我有的时候会 比如说认为自己 成长到了这个水平以后 会 我觉得我会了 我就一直这样 妈妈一直在 我保持平衡的时候 她有的时候会鞭策我一下 她的这个鞭策 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 让你再上一个台阶 对对对 所以我永远都会 没有平行的 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永远都会认为 自己还差得特别远 你每个角色她都会看吗 会会 哪一个她最喜欢 不敢说爱你啊 荣归啊 麻辣婆媳啊 挺多的 媳妇的美好时代 好像她 这几个是她跟我说 她好像给我感觉 她挺 她挺喜欢 虽然不确定柴静 她到底是不是凶手 但是她一定跟这21条人民 有着紧密的关联 你作为一个父亲 因为害怕失去 自己的地位和权利 不去承认自己的儿女了 你妈妈 你竟然能怂恿你自己的丈夫 做出这么卑鄙不耻的事来 我的事你们别插手 别插手 为什么就是不听呢 我这个主任能当上 那是对我能力的一个肯定 如果我当不上我 我能把无所求 能不能有点古迹啊 我特别讨厌人家 把我给看小看低级 你欠我三百多朵玫瑰 一朵玫瑰一个吻 你仍然欠我三百多个吻 刚刚只还了一个 怎么还呢 慢慢还 天天还 尴尬的吻戏是怎么回事 没有 那天就是吻的时候 我不知道 他老公罗家良先生就来了 但是呢 来了也无所谓 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大家在演戏的时候 又不是说多深情的吻 只是一个 可能 有的时候一个吻 他可能在戏里 他就是一个意义 就标志两个人关系的意义 导演有点坏 就是开玩笑 导演想跟我开个玩笑 他说你这必须得吻上 我说行 结果呢 嘴刚要过去 大家 哎 嘉良哥 谢谢 你好 实际上这个 就是一个玩笑 善意的玩笑 老顽童 他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 他就是对他自己的人生 好像特别的充满了希望 就这一点真的是 让我特别敬佩 在这个年龄 还能把自己的这个明天 看得永远叫 D 我跟你说 D 永远他都是 他管你叫D 你看你手势永远都 按北京人来讲 就永远想 我起范儿 就这个 他就永远在起范儿的状态 不拍戏的时候 跟所有的老太太是一样 我会去上早市买菜 会洗衣服 蹲地 给他们做 他们喜欢的饭菜 北京老太太有一个最漂亮的 我说你远瞧那边 没有 这儿呢 最漂亮的老太太 人生可短暂 眼睛一睁一闭 一天过去了 一睁一闭 不行 一辈子过去了 喜欢演员这个职业吗 挺喜欢的 这一辈子可以经历很多不同的人生 对 那会觉得辛苦吗 辛苦是肯定辛苦 他的辛苦吧 并不是背台词 也不是转换自己的七情六欲 他的辛苦是在于 可能一年下来 你不知道哪一个是你 会不会精神有点错了 可能真的有些演员会跟我一样 是这样 太投入了 可能三个月你是这个人 那三个月可能你就是李奥 可能那三个月你又是毛疯 可能另外三个月你又是李黑子 可能另外几个月你又是吴英伟 等等等等 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像刚刚那样很疯 有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是我 是因为我摘取很多人的性格 来贴到自己的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事情 比如说毛疯这个角色 好多人都说人家是好意 说你在演你自己 我特别懒得跟他去说 其实我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我讨厌死这个人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跟我来讲 我都是背道而驰的想法 他说的每一句话 对我来说都是背道而驰的每一句话 但是我要做一个演员 我每演一个角色 我就要爱上这个人 我要为这样的一个类人说话 我要为这样一类人去表现一些事情 让别人能够 你理解我 你理解我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是一个 比如说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我是一个问题少年 怎么办 我是一个私不原则的男人 怎么办 我也是不想 我有我的苦衷的 我觉得我要做的是这样一个工作 所以我必须爱上我的角色 但我爱上自己角色的时候 我这两个月 三个月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我想了 我不想 其实别人对你这种评价 正好说明你扮演这个角色是成功的 你已经变成他了 这是我很低级的评价 对我来说 高级的评价应该是什么呀 高级的评价是 可能从你塑造的方面去想 但是无所谓 对我来说真的无所谓 只是大家看的时候 可能有功名就够了 他有功名 他看到我这个时候 他会 他会 怎么会这样 够了 足够的问题 谢谢你 我一般的假期 都是在过年左右 可能有个 那么一小段 我基本上选择 除了陪远家人以后 就是出国 我特别喜欢海 喜欢游泳 喜欢水 有游泳池 然后有大海 然后有那个海边的那个 海洋动物啊 我就特喜欢那种东西 其实泰国挺好玩的 泰国挺好玩 泰国有很多岛 还有马来西亚有很多岛 挺好玩的 但是如果还有机会去享受一下 那个人文的这个色彩 我觉得欧洲有些地方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 欣赏一下古迹 欣赏一下人类的历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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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